PS5如果被破解了会发生什么 我大胆的推测一下 第一索尼会在第一时间发布新版本的系统 封堵漏洞 第二索尼会加强触发力度 让普通玩家不敢去尝试破解 第三玩线上游戏的玩家不会考虑破 第四玩会员游戏的玩家也不会考虑破 第五如果有很多数字版游戏的玩家也不会考虑破解 第六白金奖杯多的玩家也不会考虑破 因为上面这四种行为都需要线上功能 破解遇到线上功能那就是个见光死 第七想玩新游戏的玩家也不会考虑破 因为新游戏需要新版本的系统 它会迫使你升级系统 最后什么人会买破解呢 PS5发布快三年了 这么长时间依然在等PS5被破解的那帮人 我也不了解这部分玩家的心理 可能是想着一次性投入终身免费玩吧 或者说想着游戏机都花钱了 游戏还要花钱吗 甚至说游戏的钱大清不是已经付过了吗